银行同业拆息持续高期 不过受到封顶利率的限制 市场一直都有分析认为 银行做一单试一单 业界的龙头汇丰终于决定大幅加息 宣布由今个月18号开始 将HON的封顶利率大幅上调0.5厘 令到实际的岸息升至4.125厘 汇丰发言人也承认 考虑到近日的同业拆息 自身的竞争力等因素之后 决定调整按揭息率 假设楼价800万借9成 即是720万分25年摊还 月供就由原本的37,000多元 升至39,000多元 每个月供多大约2000元 增幅5% 想用旧的息率 二手物业要在17号之前申请 楼花就要在30号之前交表 应该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为始终香港都很多年没试过 供业力率升超过4厘 相信楼市成交率进一步萎缩 我觉得转运活动都会重创 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纪大雨 打乱了政府和发展商的部署 原定今天接标的齐得第二A区二和三号地皮 也要延迟下星期一中52点接标 至于新盘的部署也全数受阻 原本计划在星期五公布楼书 和开放示范单位的屯门海和山 结果所有计划也要推迟 史全下星期就会重新开放 另外一个受阻的项目 就是黄大仙的汇明 原定在星期五公布楼书 不过也推迟 不过就是未有新的时间表 可能发展商都想趁机会 让自己细心重新部署 楼市的坏消息一个接住一个 一个新盘砌价的坏消息 就足以拖累楼价指数连跌四个星期 累跌超过2% 重返今年2月的水平 今个星期的跌幅再扩大至到0.37% 分区计四区的楼价两升两跌 以新界西的表现最差 较上个星期显著下跌2% 和港岛一起回到2月份的水平 亲海站低价推售的影响 市场还未来得及消化 汇丰加息的影响就已经来到了 分析表示最快10月就见到影响 因为之前已经成交量都很缓慢 加上去到亲海站这个减价之后 逐步就是逐个礼拜都 那个跌幅都大翻的 今天如果你说那个加息的效果 可能要到10月头才会反映 那香港这边可能有少少负面 就是因为它可能之前一直都没加 反而是追加 那是有少少这个效应 但是市场其实都充斥了不少回面的消息 所以这个又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不利因素 就是他们心理上都已经估算到有这个可能性 新近日火的火炭升海提案 成为租务的市场的宠宜 而且非常受内地客欢迎 发展商第一次开放一个五座的单边柳黄示范单位 面积达到940多尺 开析三房一套 发展商会怎样设计呢 一起看看 900多尺 开出三房一套 自然听大 仿大 近乎没有圆关 大门的右手面就是厨房 之后就是饭厅和客厅 有大约250尺 饭厅的开析大一点 长三米几 放得下六人餐桌 要招呼朋友都没什么问题 另一边的墙身就够位放个薄身矮柜 可以充当鞋柜地用 饭厅和客厅一样那么阔 有三米几 转看客厅 空间一样那么充裕 放齐茶几 电视柜都不成问题 虽然饭厅没那么长 但都够位放张大型梳化 外面连接33尺的露台 可以种些小盆栽 再放户外傢俩 当作是休闲的空间 单位围住高层 可以俯瞰旁边的景色 甚至远望城门河 大单位的走廊比较长 呈L型 连接三间睡房和储物室 最近厅的客厅 用色以灰色为主 洗手盆台面空间不多 都够位放一些梳洗用品 只是设有淋浴间 而不设浴缸 浴室无窗 只能依靠电器通风 对面的小房只有50多尺 设计成小路仔房 单人床靠窗摆 腾出空间放高身衣柜 沿着走廊再向入面走 同样50多尺的睡房就设计成书房 和客厅一样 用挂画点缀设计点瓦 虽然外面是冷气机平台 但发展商照样做了大窗 景观开扬 财光充足 主人房旁边的工作间就改造成化妆及衣帽 只有20多尺 可以看到放得下的东西都不多 走廊进头就是主人房 睡房区有70多尺 商人床都够位三边落床 放完茶几 都有位放高身衣柜 主人房连接工作平台 记得要留出入通道 这个套刺的设计和客厅差不多 但设备就好一点 装了智能镜 也有窗可以通风 而且有浴缸 可以浸浴 舒解压力 最后看下厨房 有U型工作台面 放完双升盘 还有大量的储物位 有多个煤气炉头 也有炒锅炉 家电方面 设有红酒柜和高身雪柜 近窗的一边墙身没做到柜 松冻一点 就可以减低压迫感 这边的套位就可以容纳多士路 和其他小型家电 下面再有厨柜 另外有一个蒸焗炉